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人接 我在家里担惊受怕 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 他才回来 江桥看起来有些疲惫 一进门就紧紧地抱住了我 老婆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她跟我道歉 手机没电了 联系不上 我很担心吧 乖乖 以后我要是回来的晚 你就早点睡 我把精心准备的礼物给她看 是宝格丽的情侣万表 这款表我定制了一年多才拿到 男款的表盘上是一座桥 而女款表盘上刻着两颗心 童心桥 这是这对情侣万表的名字 江桥却潦草地看了一眼说 谢谢老婆 她去洗澡 没有注意到餐桌上的饭菜 我有一种莫名的直觉 江桥不太对劲 事实证明 女人的直觉从不会出错 我静坐了很久 最终选择点开了方暖夏的朋友圈 十分钟前 她发了一条动态 短暂地拥有你三个小时 鱼跟我 你说都很像她配了三张图 第一张是糖醋鱼 第二张是她对镜自拍 穿着很性感的吊带睡裙 第三张是食指相扣的手 我反反复复地看第三张图 认出那是江桥的手 在我等待江桥的那三个小时里 我想了很多 想她是不是临时开会 公司遇到了什么事情 想她是不是路上出了什么事情 没办法接电话 想她是不是临时有应酬 又喝多了 犯了胃病 不敢让我发现 可我唯独没有想到 她跟方暖夏在一起 吃鱼 吃它 江桥睡得很沉 我从枕头下翻出一张检验单 这是我给她准备的第二份礼物 我们有孩子了 才一个多月 我跟江桥是在一起的第二年结婚的 她妈得了癌症 躺在病床上 唯一的愿望就是看到江桥结婚 阿姨临死前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 江桥一定要对你好 否则的话 我在地下知道了 饶不了她 所有人都知道 我跟江桥在一起的两年 为她付出了多少 阿姨生病那段时间 正好赶上江桥去外地 参加一个重要比赛 比赛关系到她创业投资的事情 阿姨让我瞒着江桥 怕她分心 我忙前忙后地照顾阿姨 短短一个月瘦了十斤 送走阿姨我就大病了一场 伤了元气 也是那个时候 我流产了 我们第一个孩子 悄无声息地来 又悄无声息地走 江桥抱着我 把脸埋在我的脖梗 哽咽地说 芝芝 我们结婚吧 她还说 芝芝 我永远不会辜负你 我想起江桥曾经说过的话 辗转难眠 手机微信提示音响起 我点开看了一眼 方暖夏发给我一张照片 又很快撤回 可我还是清楚地 看到了那张照片 照片上是她跟江桥在拥吻 上面还有日期 二十星号星号年 三月十九日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 我流产被送进医院 要进手术室 我很害怕 哭着求江桥陪着我 江桥接到一个电话 他跟我说 创业大赛遇到了问题 他必须走一趟 我独自躺在冰冷的手术室 感觉到那些钳子 触碰着我的肌肤 我怕得浑身都在抖 不停地念着江桥的名字 原来 原来那个时候 他是去见了方暖夏呀 其实我在追江桥的时候 是知道他有个前女友的 江桥上大学的时候 已经是风云人物 喜欢他的女生不计其数 宿舍的卧谈会 大家聊起江桥 跟我分享关于他的各路八卦 听说他初恋叫方暖夏 两个人高二就谈恋爱了 他们还一起考到了咱们学校 后来江桥他爸因为贪污入狱 大二的时候 方暖夏出国留学 他们就分手了 我当时大言不惨 自信满满地说道 这年头谁还没几个初恋了 我一定能追到江桥 你们等着我俩请客吧 到时候 人均五百的自助餐 让你们吃到福强出 那个时候 我太年轻 也太自信 直到我偶然看到那句话 初恋一哭 现任必输 我才知道初恋在男人心中的位置 江桥 我真想问问你 你凭什么这么做见我呀 就凭我跟父母闹翻 也要跟你在一起 就凭我 非要在你最穷的时候 跟你同甘共苦吗 在你眼里 这样的我 是不是很贱呢 我辗转难眠 一直到凌晨才睡过去 早上十点多 江桥把我叫醒 乖乖 醒醒 江桥挠了挠我的下巴 看着我睡眼惺忪的样子 他又笑起来 江桥看了看时间说道 乖乖 起床吃饭 吃完饭我陪你一起试试礼服 过两天是江桥公司周年年会 我定制了一套礼服 会跟他一起出席 我看着他的笑容 一时间有些恍惚 差点以为 昨晚经历的一切都是梦 我抬手抚摸着他的脸 想起恋爱以后 他为我而笑的样子 曾经我是那么骄傲 骄傲自己打开了江桥的心 驱散了他的阴霾 懒得动啊 江桥看我不说话 俯身把我抱起来 他把我抱进浴室 转身给我放洗澡水 江桥 我以前问你 你为什么喜欢我 你还记得你怎么说的吗 我坐在洗漱台上 看着他的背影 江桥毫不犹疑地说道 我说喜欢你永远骄傲热烈的样子 我听到他的话 心里轻声说 可现在 你却亲自碾碎了我的骄傲 怎么了 江桥扭头 双手还住我的腰 仔细看了看我的神情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我点了点头 认真地说道 昨晚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你出轨了 江桥叹气 宠溺又无奈地说道 我要是敢出轨 你哥第一个打断我的手脚 好了 别多想了 江桥想帮我脱衣服 我握住他的手 踢了踢他 走走走 我自己洗 江桥低头在我嘴唇上咬了一口 带上门出去了 等他走后 我蹲在马桶边上 剧烈地呕吐起来 江桥 你也知道 我温之心 永远是骄傲而热烈的 我曾经像太阳一样温暖你 仰着头走向你 结婚那天 我把手搭在你的掌心 跟你说 恭喜你啊 江先生 你拥有了太阳 你单膝跪在地上 亲吻我的掌心 无比虔诚地说 我将永远守护我的太阳 让他永远骄傲 永远赤诚而热烈 可 江桥 你食言了 辜负真心的人 是要吞一万颗银针的 我躺在温热的浴缸里 再次刷到了方暖夏的朋友圈 你佩戴着它 就像我在拥抱你 今天又是想你的一天 佩图是一条领带 老婆 我今天佩戴这条领带怎么样 江桥推门进来 手里拿着一条领带 询问我的意见 我看着她 点头轻声说 很配 在江桥公司周年年会上 我见到了方暖夏 她穿着一件宝蓝色的小礼服 衬托得她身材凹凸有致 在一众员工当中非常出众 而江桥今晚的领带 跟她礼服的颜色相得一张 就像是情侣配色 江太太好 江太太好久不见了 江桥公司的员工都跟我很熟悉 大部分都是创业时期 一起走过来的老员工 私下里他们都会喊我知心 常常开玩笑说我是他们的知心妹妹 我挽着江桥经过方暖夏的时候 她扬起一个明媚的笑容 跟我说 温小姐好 方暖夏的笑容太张扬了 她毫不避讳我的眼神 带着一丝挑衅地说道 真羡慕温小姐 遇上了江总这样的好男人 帅气多金 又对您一心一意 您年纪轻轻 就做了全职太太 就是看起来比我们这些打工人 要年轻漂亮呢 我敏锐地察觉到 江桥侧脸的轮廓线紧绷起来 她警告似的看了一眼方暖夏 方暖夏吐了吐舌头 故作俏皮地说道 温小姐 开个玩笑而已 你不会介意吧 我笑盈盈地说道 暖夏学姐 你何必跟我这么客气呢 当年要不是你远走出国 跟江桥分手 说不定站在这里的江太太 就是你了 不过看你朋友圈发的动态 是有男朋友了吗 真巧啊 跟江桥一样 喜欢吃糖醋鱼 如今学姐又来江桥公司上班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对她愚情未了呢 说什么呢 江桥无奈地捏了捏我的脸颊 一脸宠溺地说道 一股子醋味 我跟她早就过去了 她入职以后 我也是在一次员工会议上 才见到她的 如果刻意开除她 又怕你多想 江桥的眼睛里全是我 她顺手帮我整理了一下项链 无名纸上的戒指低调而朴素 我微微歪头看她 心想 江桥 你演得真好呢 可是 我真的很介意 方暖夏跟你一起工作 我扭头看向方暖夏 一字一句地说道 学姐 你男朋友不介意 你把她当成江桥的替身吗 江桥表情淡淡的 低声说道 年会结束以后 我就让人力开掉她 什么都没有宝宝 你的心情重要 这话 一字不落地传到方暖夏耳朵里 方暖夏的笑容终于维持不住了 她表情难堪地说道 温小姐 我对公司是有杰出贡献的 你难道就这么小心眼吗 还是 你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江桥的目光落在方暖夏身上 她嘴唇微微一动 终究是没有说什么 反而低声哄我 乖乖 她的事情 等会儿我们私下聊 这么多员工看着呢 我不想因为私事 影响到年会的氛围 我定定地看了江桥两秒钟 在短短的两秒钟内 仿佛耗尽了对她所有的爱意 江桥 从前送过你很多礼物 我松开挽着她的手 往后退了两步 笑颜如花地看着她说道 但是今天这两件礼物 一定让你终生难忘 全场的灯光渐渐按下来 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出现一张运简单 视频里的我 在医院门口 对着镜头大声说 老公 你要当爸爸了 一时间 全场一阵欢呼声 所有人都看向江桥 热烈的鼓掌 江桥看向我 有些微微发愣 好像没有反应过来 下一刻 电子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江桥 跟方暖夏的拥吻罩 掌声稀稀拉拉地停下来 一时间鸦雀无声 方暖夏那条吃鱼的朋友圈 跟她的性感睡衣罩 齐齐出现 在周围刺骨的寂静中 江桥盯着我 我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落 轻轻说 江桥 在我想跟你分享这个喜讯的时候 你在方暖夏的床上 所以 这个孩子我拿掉了 所以 方暖夏 没有喊我江太太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介意 因为从今天起 我不再是你的妻子 江桥 像是一瞬间置身冰窟似的 脸色难看得厉害 他立马上来 拉住我的胳膊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这一步 是我从江桥的人生中 彻彻底底地退了出去 江桥 我不要你了 我擦掉眼角的泪 把无名纸上的戒指摘了下来 我从前是骄傲的 也永远是骄傲的 江桥 我是高悬天空的太阳 没有你 也依然会热烈发光 刘产手术单拿出来的那一刻 江桥脸上的表情彻底坍塌 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眼神中的那种痛苦 就像是溢出来的鲜血 芝心 你明知道 我多想跟你要一个孩子 他压抑着翻涌的情绪 看着我 你怎么舍的呀 怎么舍的 我怎么舍的 江桥 这种珠心的话 你是怎么说出来的 几年前流产以后 我身体一直不好 医生建议我修养 最近才渐渐养好身体 有了受孕条件 我们曾经相拥 坐在阳台上看星星 讨论将来会生个男孩子 还是女孩子 又仔细地想着 他会叫什么名字 那个没能谋面的孩子 才一个月多一点 我有多害怕上手术台 你是知道的呀 我怎么能把他生出来 怎么敢 告诉他 他爸爸欺骗了妈妈的感情 是个出轨的渣男 不 如果他的出生 本来就带着遗憾 在这种遗憾中 他会变得不幸福 不如不要来 温太太 方暖夏终于慌了 紧张地说道 我给你发的那些消息 都是假的 是我单恋江桥 你别误会他 他说话的时候 不停地看向江桥 显而易见地慌乱 方暖夏大概没有想到吧 我会在这样盛大的场合 提出离婚 江桥深呼吸几下 上前握住我的胳膊说道 执心 我们回家 先回家 江桥 方暖夏刚刚说是我误会你们了 我冷静地看着他问 你亲口告诉我 是误会吗 方桥毫不犹豫地说道 是误会 每一件事情 我都可以跟你解释 执心 我爱你 这点从没有变过 我盯着他的眉眼 审视着这个 我曾经热烈的 真诚地爱过的男人 然后 我抬起手 狠狠给了他一个耳光 江桥 你真贱啊 真贱 我甩开他的手臂 站上台去 今天让大家看这场大戏 辛苦各位了 每个人1888的押金费 我会让财务打到各位的工资卡里 如果各位想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今天的所见所闻 请务必如实分享 不要夸大捏造事实 方暖夏还在看我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仿佛在说 你怎么敢 江桥沉着脸看向我 说道 保安 拦住太太 几个保安犹豫着 挡在我面前 我看谁敢 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我 我看着他 强撑着的情绪一瞬间崩溃 眼泪哗哗往下掉 哥 我扑进他怀里 哭得难以自持 靖明成摸了摸我的头发 脱下西服外衣 给我披上 你 方暖夏忽然崩溃了一样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问 你跟靖家什么关系 你家里不是开小卖部的吗 本城人 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靖明成 首富之子 凭借着自己的本事 就登上了财富排行榜 他是我哥 跟爸爸姓 我跟妈妈姓 方暖夏 你一直很看不起我 觉得我是依靠 江桥生长的兔丝花 我看向他 擦了擦眼泪说道 可江桥的公司 没有我哥投资 根本做不到这规模 方暖夏咬着嘴唇 摇摇欲坠 我妹妹今天状态不好 靖明成搂着我 请保镖一个个去删照片 所以我不希望她的照片传出去 辛苦各位删一下 押金费我秘书会转给大家 每个人八千八百八十八 祝各位有个好周末 靖明成带我走的时候 江桥忽然看着我说道 知心 你知道我跟你在一起之后 最痛苦的是情是什么吗 距离当时 我跟江桥摊牌 已经过了半个月 但是我想起他当时的话 还是气得天灵盖都要翻起来了 江桥跟我说 知心 爱你有时候真的太累了 我不可触及的东西 对你来说都是信手拈来 有时候我在想 也许你连我的爱都不要 你需要的只是爱我来满足你自己 他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我脑子几乎有些反应不过来 我反反复复地回味了两遍 然后喊我家的保镖 打断了江桥的一根肋骨 江桥 人见无敌 你无敌了 我看着躺在地上 脸色惨白的江桥 对他竖了竖大拇指 如果江桥今年是十五岁 我原谅他说的这些 矫情致死的言论 可他不是 他已经三十岁了 功成名就的男人 竟然能在出轨以后 冠冕堂皇地讲出这样一番话 我躺在沙发上 摸着小肚子 一想到那个时候 就觉得太阳穴直秃秃 阿姨 阿姨 我虚弱地喊着 快 给我端一碗燕窝补补补 靖明城坐在那看我的体检报告 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不满道 跟江桥在一起五年 你得到了什么 一身毛病 这得多久 才能养回来 我温知心自诩 敢爱敢恨 现在都有些怀疑自己的眼光了 当初看上江桥的时候 我被他沉默而内敛的灵魂吸引 卯足尽追求他 他比我大一届 家庭条件又比较差 我那个时候 不想透露自己的家庭 就是不想给他压力 陪他挤地铁 睡出租屋 为了给他养胃 还亲自下厨学做饭 江桥创业大赛的项目 获得了第一名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投资方跟进 我看他处处碰壁的样子 立马打电话给靳明成 让靳明成投资 也是由我割出的钱 江桥一毕业 就成立了自己的科技公司 在后来他公司轮融资 我割领头 后面才有一堆大的创投公司跟头 短短五年 江桥的公司已经在准备新三板上市了 他以为凭的是他的能力吗 呵 凭的是我们进家的财力罢了 有才华又有能力的人多的是 全在大厂拿着年薪当社畜 凭什么他江桥就能脱颖而出 这些事情从前我没有想过 因为我觉得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我花钱给江桥买个梦想 给我们的生活买一份幸福 也挺好 我没想 但是江桥却在背地里想了无数次 阿姨端来燕窝 我手都不想抬 撒娇让阿姨喂我 靳明成看不过去了 接过碗 捏着勺子往我嘴里塞 我瞪了他一眼 他动作才放缓 还是在家舒服啊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靳明成 你说离婚协议计过去一个月了 江桥怎么还没联系我 我一遍刷朋友圈一遍说 他什么意思 不想跟我离 靳明成逆了我一眼 怎么 你还想跟他复合 想想就觉得恶心 我看到方暖夏新发的朋友圈 蹭得一下子窜起来 撞到了靳明成的下巴 好啊 我这才离开一个月 方暖夏的尾巴都要撬到天上了 我看着他拎着我的爱马仕 带着我的卡蒂亚钻石手镯 在五星级酒店喝下午茶 他自拍的样子 像极了一个胜利者的姿态 照片的一角 我看到了江桥的背影 方暖夏配文 他工作的样子真迷人 我想了想 又发消息给公司的Richard 让他帮我看下方暖夏的朋友圈 果然 方暖夏已经光明正大地 跟江桥秀恩爱了 发朋友圈不再是紧对我可见了 Richard 芝心 你真的要跟江总离婚了吗 方暖夏 她现在已经以江太太的名义自居了 前天开例会 宣传组不同意她的方案 她竟然当场说 要人家滚蛋 把还在实习期的小姑娘 骂得哭了好久 我沉默了很久 没有回复消息 江桥的公司叫做天成科技 当时还是我取的名字 家偶天成的意思 公司刚起步的时候 我做的Richard 很多老员工 是我一个一个面试进去的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金融 在公司起步阶段 做的销售岗 只是后来 我要备孕养身体 退出了公司业务岗 哥 我抬头看向靳明成问她 你觉得靳独山长女的身份 值多少钱 靳明成淡淡地说道 当初爸爸不同意你嫁给她 也有她的道理 她觉得江桥这人骨子里 还是有些傲气 这种傲气会伤害到你 所以这么些年 她从没承认过江桥 很多人也不知道 她太太是靳家长女 芝心 有些话你不说 我也会为你做 江桥对你好 她才是天之骄子 她没有你 也不配有今天的身份地位 我听了这话 想到当年跟爸爸赌气的时候 靳明成私下出钱帮我 一时间 眼角有些发酸 温知心 有事就喊哥哥 没事就喊靳明成 她抬手给了我一个脑瓜崩 气道 你十八岁之前 可是比现在要乖得多 我柔柔讹角 吐槽道 那是因为我十八岁才知道 你根本不是我亲哥 我十八岁那年 爸爸立遗嘱 把名下百分之八十的财产 都给了我 也是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靳明成不是爸爸的儿子 只是他收养的 当时我非要嫁给江桥 爸爸说 欣欣 爸爸是这个世界上 最希望你幸福的人 但是我对江桥这个人 持有保留态度 你跟他结婚可以 但是必须签订婚前协议 把财产分割清楚 也就是那个时候 江桥才知道我的家事 他的表情很奇怪 盯着我看了好半天 我心里愧疚 瞒着他的事情 还跟他解释 对不起啊 我不是怕你贪图我家财产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江桥只是紧握着我的手说 知心 我永远不会辜负你 我最近常常想起 跟江桥在一起的往事 手机响起来 是江桥打来的 我接通了 他只是说 知心 有空谈谈吗 约了时间跟地点 我挂断了电话 抬头一看 靳明成在看我 我摊手探到 不会再哭了 放心吧 哭也没关系 靳明成轻轻触碰了一下 我的手 我用额头撞了一下 他的肩膀 轻声说 哥哥 就是忽然觉得好没意思啊 真没意思 律师在滔滔不绝地跟我说 离婚有关的财产分割时 我忽然觉得 一切都好没意思 方暖夏坐在一旁 不甘心地说道 江桥今天的一切 都是靠自己打拼得到的 凭什么要分给温知心一半 不行 绝不能这么简单的就离婚 方小姐 江总的公司正在筹备上市 现在这个关键时刻 如果离婚 江总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律师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私下打听过一些 听说江太太非常爱江总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建议先稳住江太太 公司上市以后 再谈离婚的事情 方暖夏的表情一下就变了 板着脸反问 江太太 律师立马陪笑 温小姐 温小姐 是我口误 我听着他们两个讨论的声音 推门出去抽烟 扁烟的时候 又在想 如果芝心在这里 他一定会很惊讶 我是什么时候会抽烟的 生意场上 哪有干净的男人 抽烟喝酒 我样样都会 必要的时候 去酒吧 KTV这样的灰色场所 陪甲方一起声色全马 想要跟甲方搞好关系 抽烟喝酒谈女人 这就是男人 在知心的眼里 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读大学的时候 也许是个孤傲的 不爱说话的学长 天天这个学长长相不错 学业不错 因为寒酸 又多了几分脱俗的傲骨 我爸因为贪污入狱那年 我妈肚子里长了个瘤子 生活好像一下子变了个样子 方暖夏哭着跟我说 江桥 我们怎么办啊 你说我们怎么办 他家里逼他跟我分手 送他去留学 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 高二坐同桌 两个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排行榜上 打篮球的时候 我只接受方暖夏给我的水 夏天坐窗口很晒 我会用校服帮他遮光 放学的时候 并肩走向公交车站 很自然 高中毕业就在一起了 在热闹又喧嚣的夏季夜晚 同学们都在欢呼毕业的畅快 我跟方暖夏躲在无人的角落处接吻 我们都以为一起上大学 考研 工作 会度过一生 江桥 我不走 方暖夏抱着我 我走了 你怎么办呢 我跟他说 那你就别走了 暖夏 留下来 等我熬过这一段日子 会好起来的 方暖夏当时眼中的 迟疑我记忆犹新 他终究是出国了 他刚出国的时候 还频繁地给我发消息 对他来说 国外的一切都是新奇的 渐渐地 消息越来越少 当我在他国外的社交软件上 看到他跟一个男人的合照时 我就知道 我们算是分手了 那个时候 我大四 室友跟我开玩笑 金融院的那个温知新啊 追你这么久了 你真的一点都没动心 温知新 我知道他 扎着高高的马尾 永远经历旺盛的模样 追我的人不少 最高调的就属他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会直视我的眼睛 尽管是个追求者 他也不会闪躲害羞 温知新给我发消息 学长 请问明天元旦 你有约吗 我第一次回了他的消息 元旦那天 所有人都抬头看烟花 倒数 只有温知新冰凉凉的小手 悄悄握住我的手 我没有推开他 握住了他的手 跟温知新在一起的日子 总是很放松 他好像永远没有烦恼 永远都是笑眯眯的开心模样 我室友曾经羡慕地说 温知新在的日子 感觉都没有阴雨天 我临近毕业 在图书馆泡论文 他会趴在桌上看我写论文 或者自己玩游戏 追剧 自己的作业一堆没写 也不着急 夜晚的时候 我们在院子里散步 他撒娇让我背着他 靠在我肩膀上说话 姜乔 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 他在劝我 他的气息带着一点点甜味 扑在我的耳垂上 我把他放下来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然后吻了他 那是我们在一起第三个月 他被我亲得脸蛋红扑扑的 眼睛越发地亮了 自那以后 我们的关系亲近了很多 就连室友都说 我脸上的笑容 都比以前多了 后来我学到一个词 治愈系恋人 温知兴就是那样的人 他永远热烈 温暖 能驱散我人生所有的阴影 我们在一起第一年 我妈妈病重得厉害 而我又处于创业项目的关键期 跟团队的人忙得团团转 江桥 放心 有我呢 温知兴让我安心准备项目 他帮我照顾妈妈 我每次去看妈妈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有说有笑的 我妈私下跟我说 江桥 知兴是个好姑娘 你千万不要辜负她 她真的是小太阳一样热烈温暖的人 日子久了 医院的人都喜欢她 就连一向铁面无私的护士长 都会在夜里悄悄放我进去 让我跟我妈聊会儿 我妈做完手术以后 在并发症的折磨下 还是走了 温知兴抱着我的时候 我恍惯间意识到 她瘦了很多 最近是不是很辛苦 我问她 她一下子就哭出来 点点头 嗯 很辛苦 可是照顾阿姨我愿意 她越说哭得越厉害 她在我肩头哭得眼睛红肿 全是委屈 那阵子是我忽视了她 温知兴也是很好哄的 她生日 我预约了一间很贵的餐厅 她那天特意打扮了一番 我至今记得 她穿着一条露尖的白色长裙 风吹过的时候 露出白皙的小腿 头发散落在肩膀上 站在路边那么漂亮 过路的人都在看她 我精心挑选了一条项链 花了整整八千块钱 戴在了她的脖子上 在一起后 我送她的礼物实在不算多 一对珍珠耳坠 一条薄金手链 她收礼物的时候很开心 我们手牵着手散步 免不了畅想未来 我说 希望将来能在地城 买一个大房子 你来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最好阳台上可以养很多花 这样你每天醒来看到花 都会开心一点 地城的房价最便宜 也要五万一平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算得上遥不可及的梦想 温知兴却说道 只要跟你在一起 住哪里都很好 温知兴对我从无要求 也从没有物欲 这一点我是忽然意识到的 方暖夏那个时候 中途回国 我们在机场相遇 几年不见 彼此都有些陌生 临走前 方暖夏吻了我 很突然 我连推开的机会都没有 他就松开了 他打扮得很时尚 举手投足间 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江乔 我不再像我 可你依然是你 我很嫉妒你 现在的女朋友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那个时候 方暖夏的朋友 帮他拍下了照片 他还把那张照片 发给温知兴 那件事被同行的朋友看到 对方打去我 江乔 艳福不浅啊 那个美女一身名牌啊 她手上拎着的包 都得几十万 你什么时候 认识这样的白富美了 要不要跟她谈谈 投资咱们的项目 这话我没接 我们的项目 的确遇到了问题 曾经以为项目够好 就能有投资 可惜 只遇上了 想要买项目的大公司 逼得我们拿不到投资 这些日子 我们为了投资的事情 焦头烂额 要我说 咱们就卖了吧 同学心烦意乱地说道 两百万也不是个小数目了 我女朋友上个月 想要个LV 我都拿不出 一万多的闲钱买 江乔 你命好 有温知心这么个好女朋友 一天到晚陪你吃食堂 连情人节都不要求一束花 可我们没你这么好运 况且我也想给她一些好东西 我不想毕业了 她还背着一百多的淘宝货去上班 让别的同事看不起 我才真的意识到 温知心跟我在一起的两年 我没给过她什么 约会无非就是图书馆 电影院 别说什么值钱的包包首饰 就连高档餐厅都没去过 我回了闭市 温知心惊喜地扑到我怀里 这么快回来了 投资谈得顺利吗 她还是喜气洋洋 没有忧愁的模样 我该怎么开口告诉她 我们吃了闭门羹 那家大公司放出话去 吃定了要买我们的项目 挺顺利的 我按下决心要卖掉项目 给温知心买一个像样的包 正巧大学室友的女朋友 王倩在一家顶级高奢店做销售 说可以不用配货帮我拿个包 项目还没卖 我打算先去店里挑挑 今天我们闭店了 我先带你进去坐坐 王倩带着我进去 小声说 你先到隔壁坐下 等VIP客人走了 我带你看看帮你留的包 王倩带我往里面走 经过了VIP包厢 开着门 我看清楚了里面的人 十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销售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坐在中间沙发上的女孩 有些不耐烦了 进明城 我不想试了 你随便买吧 那就刚刚试过的三套都买了吧 爸爸的生日宴会在安威举办呢 温知心苦恼地说道 我好想带江桥去啊 他跟我求婚 我答应了 那你想办法说服爸爸 同意你嫁给他 温知心摇着那个年轻男人的胳膊 哥 你帮帮我 王倩提醒我快走 我们离开了那里 哎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 王倩帮我到了 杯水感慨到 刚刚那个女孩 试了一上午 买了三套高级珠宝 加起来要五千多万了 难怪我们今天闭店 所有人都服务他们 五千万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下这个数字 我爸爸当初是因为贪污了 一百三十六万入狱的 而我妈妈生病住院前前后后 欠了五十多万 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 温知心给我打来电话 语气很急地说道 江桥 我听张峰说 你们打算卖掉手头的项目 千万别呀 你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那么多 投资的事情 我帮你想办法 我哥 我正好有个朋友在投行 一定能帮到你的 那个时候 我说什么了呢 我说 好 知心 你别急 我听你的 真卑劣呀 我真卑劣 也许在那个时候 自卑已经快把我吞噬了 我借由静明城的手 达到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项目进展顺利 在高端智能家电行业 我挖掘到了第一桶金 后来公司越做越大 我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我给温知心买了很多名牌包 跟奢侈珠宝 他收到的时候都会很开心 但是从来都不上心 一直到我跟温知心结婚第二年 我跟着他去了静家 在寸土寸金的壁城 静家有巨大的花园是别墅 开车进去 就能看到巨大的草坪 连带着种满了花的花园 别墅后面 衣衫傍水 始终是园林 是不是很夸张 温知心很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平时不住这里的 我爸最近几年咽喉不太好 住这里空气好一点 我在想 难怪我跟温知心说 将来要在壁城 买个大房子的时候 他脸上并没有什么憧憬 我也真正见识了 什么叫做负了三代的家族 温知心拥有300平方米的 巨大更衣室 光打理更衣室的阿姨 就有两个 她的珠宝陈列在玻璃柜子里 熠熠闪光 我送给她的那些首饰 甚至没有资格躺在这里 纪明城带着我参观那些珠宝 那个小王冠 有一任英国公主带过 后来爸爸觉得很漂亮 就给知心买了 他上幼儿园舞台表演的时候 还带着王冠 扮演公主 江桥 给你看这些 说这些 只是希望你能够珍惜之心 金明城跟我说 他生来什么都有 唯一烦恼的事情 就是跟你约会穿什么 他曾为了你失去过一个孩子 爸爸至今都不知道 我看着金明城的样子 说了一句 听说你跟知心 没有血缘关系 金明城当时听了这句话 盯着我看了半秒 一下子就笑了 然后转身离开了 我转头 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一副滑稽的小丑模样 温知心生来就什么都有了 我就像是玻璃橱窗里 陈列的小王冠 只是用来点缀他人生的 所以后来跟方暖夏暧昧的时候 我默许了他很多事情 默许他帮我买领带 默许他不敲门进我的办公室 明明知道纪念日温知心会等我 我还是先去方暖夏那里吃饭 他穿着性感的睡衣 卑微地讨好我 亲吻我 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却满足了我最大的虚荣心 方暖夏在国外过得不好 他出国后找了个富二代 被迷花了眼 学业尚渴 却没能嫁个有钱人 我功成名就以后 他用旧情勾引我 我假装上钩 我嫌弃方暖夏的情不够真 却又觉得温知心太过真诚 温知心有句话骂得没错 我就是贱 我后悔了 接到温知心离婚协议的那一刻 我就后悔了 方暖夏跪在我面前哭的时候 我是真的很震惊 吓得差点窜到天花板上 温知心 你从小到大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缺 所以能不能不要跟江桥争了 方暖夏泪流满面地说道 江桥从小就是天之骄子 可自从他爸贪污入狱以后 他整个人都谈了 所有人看他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 他现在好不容易拥有了这一切 真的再也禁不起折腾了 你要是心疼他的话 就不要分他的钱了 我以前听过方暖夏的名字 单纯是在大学的时候 知道江桥曾经有个青梅竹马的前女友 据说是郎才女貌 非常登对 后来方暖夏回国 主动加我微信 我才意识到 他跟江桥一直有联系 说实话 一直到江桥出轨 我对方暖夏的了解 都不怎么深刻 到现在 我对方暖夏 真是刮怒相看啊 他跪在我面前 手腕上还带着去年进明城送我的腕表 耳朵上坠着我爸拍卖来的粉钻 然后在大庭广众之下 哭哭啼啼地求我放江桥一马 一周前 你还在不断地询问律师 怎么样才能把我踢出局 让我净身出户 甚至费尽心思地 想捏造我出轨的证据 我好奇地看着方暖夏说道 怎么这才几天 忽然转变态度了 方暖夏的表情一僵 索性站起来说道 闻大小街 就算你不为江桥着想 也为公司的老员工想想吧 他们熬了这么多年 就是想等公司上市 对 你是什么都不缺 可是其他人呢 为公司做了那么多 不就是想股票兑现 在币城有个房子 有个家吗 公司里很寂静 很多人都在看我 其中一起走过来的老员工 看着我欲言又止 人人都知道 如果我执意要在这个时候 跟江桥离婚 上市的事情就会泡汤 江桥从办公室走出来 三个月没见 他有些憔悴了 难怪要选在公司见面 江桥这是在读我不忍心 他朝我走过来 像从前一样 牵起我的手 对其他人说道 都去忙吧 员工们一一散开 方暖夏看了一眼 我们牵着的手 抿了抿嘴 没说什么 江桥牵我的手 很用力 生怕我跑了一样 我看了他一会儿 推开了他 对他说 江桥 你对我还是不够了解 我这个人 从来不会因为钱的事情 让自己受委屈 方暖夏有句话说得很对 我生来就什么都不缺 我家网上数三代 是做实业起家的 后来我爸做房地产 又转头互联网 总之 钱多得花不完 我爸常说 如果钱能买来妈妈的命 他愿意花光所有的钱 可惜 在人命面前 钱最没用了 我十岁的时候 我妈病逝 我爸心灰意冷 出国疗养 我跟靳明城两个人 一起过日子 就连家长会都是 他去参加的 我不用去做什么女强人 学习这个知识那个技能 我只管开心就好 上大学 我不愿意出国 就考到了国内 靳明城跟我说 也好 过过普通日子 说不定你更开心一点 我在学校的人设 是有点小钱的漂亮小妞 跟室友们过得很潇洒 一直到遇到江桥 我的人生才有了那么一点挫败感 他实在是不好接近 不好追 坐在江桥的办公室里 我看着他说道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戴着耳机 坐在一棵梧桐树下 光从叶子里洒落出来 你超级帅 有只小猫从灌木丛钻出来 你抱着它喂猫粮 第二次见你 你在宠物医院 带着那只猫做绝育 第三次再见你 你是我们的助教 江桥 我就是那样喜欢上意的 喜欢他做事有始有终 喜欢他认真的模样 江桥不知道在想什么 欲言又止 最终没有开口 你工作以后的很多事 其实我知道 无非就是应酬客户 在KTV点配唱公主那些事 包括你抽烟 我也知道 只是我没说 不想给你很大的压力 我缓了缓情绪 又慢慢说道 我爸跟我说 一个人想要成功 免不了沾染酒色才气 男人女人都不能免俗 他怕我受委屈 我其实很看得开 我心里爱你 就会选择信任你 江桥的眼眶红透了 声音都干涩得厉害 执心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当时质问我跟方暖夏 到底是不是误会 我没办法欺骗你 可我不爱他 我真的对他 没有一点感情 这些事 我已经不想听 也不想纠缠了 江桥签了协议吧 我把协议推给他 天成目前无法上市 也无所谓 我哥会收购我手头的股份 加上他原本拥有的 足够收购天成 三年后 天成会搭上静家的顺风车 重新上市 那些老朋友 因为错过这次上市 而损失的钱 将来会加倍拿回来 江桥拿起笔 看都没看 就签了字 他抬头盯着我 知心 我们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吗 我收了协议丢进包里 低头回消息 进明成问我 等会儿想吃什么 以后可能没什么 见面的机会了 我对江桥说 房子里的所有东西 我都不会要了 随你处置 只是别让方暖夏穿戴了 我看着隔应 江桥 你以后的日子 过得可能会有些苦 我爸知道了 我们离婚的事情 他挺生气的 番外 江桥的日子 过得果然不怎么好 他整夜整夜地失眠 头发掉得很厉害 离婚后 温知心没有带走任何东西 他本以为能够留着做纪念 可是进明成派人来 把东西全都带走封存了 他半夜醒过来 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回忆起跟温知心的点点滴滴 其实他是很娇气的 睡觉禁不起一点吵声 半夜醒来 在他的怀里哼哼唧唧 要哄半天 吃饭的时候 不合胃口 宁愿饿着 江桥有时候在想 这么娇气的姑娘 是怎么陪他睡在出租屋 是怎么帮他照顾病重的妈妈的 温知心一丁点家务都不会做 这事也是同居后 他才知道的 洗个碗 手都过敏 江桥 你该不会后悔吧 他插着腰 故意凶巴巴地说道 现在可晚了 他看着他那个傻乎乎的样子 给他拿了酸奶让他喝 自己去洗碗 回忆就像是一根根丝线 缠绕得他喘不过气 他甚至不敢再回家 每晚都睡在酒店 有一次路过一间花店 老板娘问他 江先生 好久不来买花了呀 生活富裕一点的时候 他基本每天回去 都要给温知心带一束花 他也是渐渐地发现 比起珠宝首饰 温知心更喜欢一束花 一根糖葫芦 用心地去对待他 其实并不难 后来他因为自卑心作祟 故意忙 不回家 折磨他 现在想想 他真是该死 他跟方暖夏暧昧的那些日子 心里期盼着温知心 能够发现 那样的话 温知心会难过 会痛苦 他轻描淡写地说是误会 哄哄他 也就算过去了 可事实上 温知心毫不犹豫地推开了他 连半分留恋都没有 他肯为他受委屈 是因为爱 没有了爱 他在温知心面前 连个路人都不如 离婚后 江桥费尽心思地 想要重新追求他 却可悲地发现 他连温知心在哪里都不知道 离婚财产分割以后 江桥手头上 还是有一笔不小的数目 他不想让温知心看不起他 愁愁满志地筹备新公司 结果不到两年 就栽了个大跟头 在税务方面 出了很大的纰漏 公司被暂停营业 积压的产品卖不出去 货款回不来 江桥终于明白 原来他从前所有的成功 都是温知心带来的 是啊 毕业就创立公司 没有龙头打压 顺风顺水 做到即将上市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说到底 是靳明成心腾温知心 在背后帮他保驾护航 他看着债务数字 半天回不过神 方暖夏闯进他的办公室 狠狠扇了他一个耳光 江桥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离婚后 他还是跟方暖夏 走在了一起 银行账单上的一笔笔数字 能换来方暖夏 一个又一丝笑容 只是随着新公司的崩塌 方暖夏的笑容 也越来越少 振作起来 别让我赌输了 方暖夏深吸一口气 帮他整理了一下领带 耐心地说道 江桥 我在老同学那里 帮你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去参加一个晚宴 凭借你的能力 一定会有人赏识的 只要有投资人肯给你做背书 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方暖夏风光的日子 还没过两年 不想这个时候 丢下江桥离开 况且 他的选择也不多了 投出去的简历 全部石沉大海 对他看上眼的男人 只是想玩玩而已 江桥虽然不爱他 但是还算有几分真心 这年头 最不值钱的 就是感情 江桥因为那点真心 会多给他一些钱 也算值了 江桥推开方暖夏的手 解开领带站起来 他从玻璃窗看出去 忽然在想 如果当年没有温之心 他其实也是 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凭着优秀的学历 去一个大厂 熬三年到高管为止 运气好的话 拿到股票 五年一到 也许去创业 也许继续在大厂混 年薪有几百万 可是他走得太快 也太顺 在生意场上 早早迷失了自己 他算什么东西啊 口口声声说什么 爱温之心觉得很累 说到底是自尊心作祟 不愿意承认 自己是靠着温之心 才走到今天的罢了 江桥 你说话呀 方暖夏吼了一声 我会去的 江桥平静地说 宴会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 是一个海外华侨的生日宴 方暖夏费尽心思 拿到了一张请柬 再三叮嘱江桥 一定要好好表现 他捏着请柬去了 没想到遇到了老朋友 前公司的合伙人 以及大学室友张峰 跟温之心离婚这两年 不知不觉 从前的朋友全都疏远了 江桥甚至意识到 一个可悲的事情 如果温之心不愿意 他甚至连他的一丝消息 都探听不到 诶 张峰打量了一下江桥 哪里还有当年那个 意气风发的 天之骄子的样子 他又叹气 聊会儿 江桥跟他站到一边 沉默了一会儿问 他怎么样 你走后 公司被收购 大家待遇都挺好的 今年在筹备上市了 张峰犹豫了一下说道 抱歉 靳总明令 禁止我们透露 关于温小姐的任何事情 江桥恩了一声 没再说话 他端着酒杯 恍恍惚惚地想着 原来温之心 真的是天上的太阳 他一走 他踏上云梯 都触碰不到他 张峰表情不忍地说道 说实话 你跟温小姐的事情 被国外的老进总知道了 你创业的事别想了 今晚呢 我帮你参谋参谋 先找个不错的公司工作 宴会上 张峰还是很用心地 帮江桥牵线大桥 可是大家听到江桥的名字 表情都有些玩味 张峰苦着脸说道 你说 何必呢 当年单身的哥们 都羡慕你呀 他脾气好 长得漂亮 一天到晚围着你转 你租个十几平方米的出租房 他也不嫌弃 帮咱们几个点外卖 都是乐呵呵的 你妈妈生病那事 也算是看出真感情了 不说他那个身份 就是一普通女孩 也很难做到 张峰还是忍不住了 吐槽了半天 江桥听着 是啊 这几年他也在想 何必呢 算了 说这些也没用 张峰犹豫了一下 今晚的宴会主角 算是晋总的一个叔叔 我要试你的话 就去找晋总聊聊 宴会开始后 晋明成出现了 江桥站在台下 看他众星捧月似的 其实江桥有些话 没跟任何人说过 他很嫉妒晋明成 跟温知心结婚后 他见过晋明成几次 每次都算不上愉快 一次是他想送温知心车 他不会开车 有需要的话 我给他配个车跟司机 晋明成轻描淡写地说道 小时候出过车祸 他很恐惧 还有 如果你能抽出空的话 陪他去趟海岛吧 每年这个时候 他都会去扶钱 一次是温知心生日 晋明成的样子 看起来有些头疼 爸爸这几年有些信佛 帮知心捐了一尊金佛 两个人吵了一架 你劝劝他 别不高兴 回到家 知心还在气鼓鼓地说 捐什么佛 捐几所小学 不比这个强 江桥酝酿过的话 没派上用场 因为知心很快就开心了 晋明成捐了六所小学 孩子们拍了视频发过来 说会好好读书 谢谢知心姐姐 江桥心里想 他会见晋明成 为了知心 晋明成中途接了个电话 匆匆离场 江桥跟了上去 在走廊上 他终于见到了温知心 温知心 晋明成飞快地上去 抓住要跑的人 语气听起来很不好 要不是我拦住你的话 现在你只怕就去某个 不知名小岛 逍遥快活去了吧 江桥躲在暗处 像一个小丑 在窥探高高在上的公主 两年没见 他更漂亮了 是闪闪发光的漂亮 他仰着头 眼里有泪光 头上坠着蓝色的宝石 像人鱼公主一样 他想起从前 温知心骄傲地 站在沙发上说 我谁都不想成为 我就是温知心 公主也罢 女王也罢 我都不想做 是啊 他早已拥有了整个世界 何必再幻想成为谁 他光着脚踩在地毯上 高跟鞋踢到一边 江桥靠在墙壁上 在脑海里描绘他的模样 是心里受了委屈 又不肯说 才那个模样 就像是有一次 他为了一桩生意 错过了他的生日 他可怜兮兮地坐在沙发上 不肯跟他说话 知心的小脾气 从来都是动人的 哭起来的时候 眼尾泛红 泪水连连 滴落在他的锁骨上 很动人 走开 别管我 温知心的声音传过来 又消失 江桥再看过去 静明成在低头哄着温知心 竟有些哀求地意味 是我错了好不好 昨晚的事情 是我不好 你别走 哥哥求你 他说着 真的单膝跪在了地上 温知心踢了他一脚 静明成握住他的脚踝 后面的事情 江桥没再看下去 他出去后 张峰急切地追上来问 怎么样了 江桥扭头看张峰 面目模糊地说道 张峰 你跟几个朋友 曾经在背后说 我只不过是运气好 才年纪轻轻 就拥有了那么多 其实大家能力都不差 只是没有我那个运气罢了 张峰表情 有些尴尬地说道 哎 那事 就是极度你 胡说八道的 你说的没错 江桥走出了那间五星级酒店 所有人都说的没错 他本就是藏在沙粒之中的一块石头 因为有温之心 才伪装成了钻石 没有他 他一文不明 方暖夏打来电话 气急败坏地说道 肝癌晚期 这份体检报告 是不是真的 江桥 你说话 江桥挂断了电话 买了一张 去苏美岛的机票 他想去一次福钱 死在温之心 最喜欢的大海里 曾经他拥有一颗真心 却没有珍惜 他多希望温之心得知他死讯那天 能记起他 而不是像一个可有可无的路人 将他彻底遗忘 因为他被人面前遇到 0日 10月1日 11月1日